匯豐控股計劃自今年第一季開始 恢復派發季度股息 是否可以從奪退休人士的歡心呢? 這隻以往一年派4次息的收息股 在疫情期間曾經派息次數降 今時今日它會不會重新彈起呢? 派息又有沒有機會回到51美仙的水平呢? 今集《狼狗通勝》和你請教一下清姐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善意 講起大笨象匯控 大家過去對它的印象就一定是穩妥收息的代表 但它自2019年第四季 一度暫停派息四個季度 相隔一年就算派回 都是只有半年度的股息 但最新一次公佈的2022年全年業績 終於有好消息了 除了增加去年的末期息 至到每股23美仙 令到全年合共派息達到32美仙之外 更加預計今年會恢復派發季度股息 而且在完成出售加拿大銀行業務的前提之下 會考慮派發每股21美仙的特別股息 甚至是加碼回舊 行政總裁旗耀年更加預計 全年派息可以達到50美仙 支合大約3.9港元 以每首400股來計 即是有機會一手收息1560元 而稅銀更加預計 匯控今明兩年的股息回報 可以最高達到10厘 在業績公佈之前的一天 其實匯控的股價已經由2020年9月的低位 反斷了超過1.6倍 而業績公佈後的第二天 一眾好息之徒也立即出動 匯控的股價曾多彈超過半成 高見59元的水平 是超過三年以來的高位 大家都說到這麼好景了 現在又應不應該拿匯控收息呢? 如果投資匯控 又有沒有什麼風險需要注意呢? 聽清姐怎麼說? 息日賺了 然後在價錢賜給他 那你賣不賣? 有些保留 他怎麼派給你? 他一年賺多少? 他就算派給你 他有承諾派多少嗎?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要收眼色的 那買他的兒子好過 恆森派得更實在 其實我覺得市場上 很穩定的派息給你的股票 都有很多隻的 不是只有匯豐的 如果你在過完年之後 時代買一隻中資電訊股 你收的息都多過匯豐的 不過你未等到收息 你賺了價 如果你說從派息的角度 國有商業銀行派的息 現在遠遠高過匯豐 因為他們派的息 現在有8厘9厘 你存錢在匯豐銀行 收的息比買匯豐 你存錢在銀行 就賺硬的那個存款利息 現在我買了兩年期的美國的國庫債券 都有5厘 那我用不著去冒險找一隻股票 找一隻 他只是給了一個Promise 他沒有實實在在 待會 明年經濟不好 那他又說 遲些才派 是不是? 青姐又說 銀行業未來將會面對經濟周期下滑 以及息口變化的風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投資者要思考怎樣分配自己的資產 今集香港通訊講到這裡 記得留言和給個like我和韜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